哈利路亚 我每一次来到这里 我都好好的准备 而且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在主里面的 不断的祷告 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都满了上帝的恩典 好吗 好 我们一起来 好不好 每个人站立起来 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仰望你 主啊 我们仰望你 主啊 我们需要你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我们到你跟前 再一次的向我们说话 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你 让我们明白你 让我们经历你 特别从你的话语当中 我们见证了 你的荣耀的伟大 让我们被你吸引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祈求 在你跟前 我们仰望你 我们谦卑到你面前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如果你能够可以的话呢 你翻开马可福音第五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 如果你有带圣经来的时候 你可以一起跟我一起读 如果没有的话看前面 看前面也可以 马可福音第五章 第21节 我们要读到最后第五章结束 所以有一段的 这一个比较长 但是是非常好的一个 给我们看见 耶稣的见证 几多几多的神迹奇事 在我们当中 马可福音第五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 第21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耶稣坐船 又渡到那边去 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积极 他正在海边上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名叫耶鲁 来见耶稣 就伏伏在他脚前 再三地求他 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使他权益 得以活了 耶稣就和他同气 有许多的人跟谁拥挤他 有一个女人 犯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他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病是反倒更重了 他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意思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潜意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 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 有灾病好了 耶稣顿时觉得 有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的衣裳呢 对不起 第32节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那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 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 来夫妇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他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全异了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 说你的女儿病死了 何必还劳动先生呢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对管会堂的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于是带着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 耶汉同气 不惜别人跟随他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 耶稣看见那里乱嚷 并有人大大哭泣 癌好 进到里面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乱嚷哭泣呢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了 他们就死笑耶稣 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 就带着孩子的父母 和跟随的人 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就拉着孩子的手 对他说 大力大 古米 意思翻出来说 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那闺女历时起来走 他们就大大惊奇 闺女已经十二岁了 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 不要叫人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这是神的话 我们一起来说 这是神的话 神的话代表能力 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 有两个人 一个是悲惨的父亲 他的女儿要死了 这里圣经记载他的名字 他是管会堂的 当初管会堂的人 是有头有脸的人 好像我们当中的 做长老的 做执事的 是有一个有身份的人 圣经给他的名字 说他的名字叫耶鲁 但是他有一个很悲惨的事情 就是他女儿 圣经说快要死了 而且后来说实在是死了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也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圣经没有名字 没有给他名字 当初的社会 对女人的那一个歧视 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出 没有名字的 而且这个女人很悲惨 他得了很多年的病 甚至在圣经上说 他为了医病 医到没有钱 甚至医病医到 在医生的手中痛苦受苦 也就是可能是动手术也好 或者是医病也好 都不好 而且花了很多钱 最后很贫穷 所以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管会堂的 一个有头有脸的人 有名字的人 还有一个没有名字的一个女人 被贫穷的一个女人 出现在耶稣面前 圣经记载了这样子的故事 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 只是我们仔细来想一想 从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能够看见什么东西 第一个 当我读完的时候 我读了很多篇 为了讲到 可能要读十篇二十篇 因为让神的话语 先来教导我 我第一个感动 特别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 我又回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 我们基督的信仰 和所有的宗教 差别在哪里呢 我小时候 我弟兄姐妹 我告诉大家 我在庙里面长大 对不对 过去你们听过我讲过 你知道就知道了 我在庙里面长大 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 所以这些宗教 不管是基督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佛教也好 回教也好 都是叫我们好的 但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呢 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得出 我们的信仰 跟一切的所有宗教 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其实我在我的教会里面 开始讲一个课题 就是刚才 我心里想要讲的 就是无以伦比的耶稣 The incomparable Jesus 而且我一直讲 四福音不断地在讲 核心在耶稣 而我们基督的信仰 你今天跟我的信仰 所信的耶稣 有跟其他什么不一样呢 一点很重要不一样 就是呢 你看哈 我们读的过程当中 没有教你该怎么做人 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 他们都来给你wisdom 给你智慧 教你怎么做好人 圣经不教我们怎么做好人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做不了好人 圣经告诉我们 只有拯救 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what is good news good news 福音 就是耶稣的福音 就是good news good news is a news first it has happened it's not a wisdom it's not 不是要教你怎么样 怎么样行善啊 怎么做 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 那是宗教 真正的福音啊 带有能力 因为它已经发生了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it has happened it's a fact you see we stand on a fact 我们在耶稣的那个基础上 跟随他 我们在这个信仰上 所以我们这个信仰 很powerful because it is true 耶稣拯救了这两个 一个是小孩 12岁的小孩 一个是妇女 it has happened 我小时候在庙里面 每年做大 每年都要做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特别一年 每一年都要庆祝 他们的所谓的神的生日 在庙里面 你们经常 如果去过庙就知道 我们都是想要杀鸡杀猪 我们想要做好事 要捐钱 要捐多少钱多少钱 要做很多善事 但是基督的信仰 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为我们做完了 你信靠了他 站在他的基础上 站在他的good news 站在他的福音上面 这是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跟随他 有时候我们就会骄傲 因为是 I have achieved something 所以当很多宗教的人 当你在教会里面也好 你在外面所有宗教也好 当你为了自己建立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很蛮骄傲的 所以法利塞人很骄傲 对着耶稣 耶稣最骂最多的 最责备最多的就是法利塞人 因为法利塞人觉得自己守立法 我自己行 真正的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是 A realization 真正的明白我是一个罪人 我要像那个女人一样 触摸耶稣 我要像那个父亲那样 求耶稣 跪在耶稣面前 说我已经破碎了 我不行了 That is true gospel 这才是真正的福音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带着破碎的心来到教会 耶稣医治我们 耶稣身体医治我们 心灵医治我们 曾经有一个 我记得有一个人讲的见证 他去美国的时候 他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的高官 他说他去美国 看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礼拜天都去教会 去教会的时候 你看他的脸色 都是油油丑丑气 但是出来的时候 都是喜喜乐乐的出来 亲爱弟兄姐妹 这就是福音 这是第一点 我想跟弟兄姐妹来讲 这是第一个福音 第二是 耶稣的爱 这个父亲 我们当中谁做父亲的 请几手 还有一些人做父亲 你做父亲就知道 孩子生病 我第一个孩子生病的时候 那时候他可能两三岁 一直发高烧 一直发高烧 很多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 我就跟我太太送他到 这个Thompson Medical Center 当送到 Thompson Medical Center的时候 哇 医生检查过后 副事检查过后 就要跟他打针 哇 他打针那一刻 我不敢看 我就跑到外面去 我太太抱住 他我不敢看 为什么呢 他很痛苦 然后在那边尖叫 那医生看到我就笑了 first time father right first time father 我们做父亲的 当我们孩子迷失的时候 我们是很伤心的 我11岁的时候 经历过一件事情 我永远难忘 就是我的父亲过世那一夜 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妈 在树林里 在塑胶园里面割塑胶 半夜两三点 我们就去割塑胶了 那四五点 天还没亮的时候 有人就跑到胶园里面 叫我们回去 然后我们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也不告诉我们 一回到家里就知道了 然后就看到我的祖母 嚎啕大哭 然后创墙 那个头创墙 然后说出来都是 因为我祖母是福州人 所以都讲福州话 然后那个嚎啕大哭 因为她的孩子 就是我的父亲过世了 突然之间 心脏病爆发 死了 然后我妈妈 开始也是嚎啕大哭 我永远忘不了 当白头发的人 送黑头发的人 那种光景 所以我能够明白 这个耶鲁 这样子的一个 管会堂的一个爸爸 他是很痛苦的 来到耶稣 这里圣经怎么说呢 他跪在耶稣面前 再三地求他 我们也一样地来到耶稣面前 再三地求他 然后耶稣看到他 就跟他 耶稣马上跟着他 就要去救这个女儿 看到天父的爱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把整个圣经读完的时候 这段故事读完的时候 我忽然间想起 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这个赐给我们 这句话讲得很好听 对不对 其实是让他是送死 走十字架的道路 耶稣走上各个他牺牲的路 圣经告诉我们 在十字架上 当他被钉的时候 天父就是他的父亲 另外一个父亲 天父 圣经你讲到天父 他怎么样 圣经怎么描写 这个天父 他一眼面不看他 就好像我马上回想起 我在一眼里面 听到孩子在 奥头大咕头不敢看 为什么呢 太痛苦了 耶稣真的像这个女孩子 这样死了 只有做父母的 才能够明白这种心情 神学家告诉我们 耶稣在十字架上 挂在那里的时候 挂在那里的时候 为什么上帝一眼面不看他呢 因为他承载着人类 古今中外所有人的罪 都沉在他身上 当钉钉刺他的时候 在肋旁刺他的时候 先流出血 后来流出水 医生告诉我们 医生告诉我们 如果你在肋旁刺的 然后为什么会流出水来呢 是心脏爆裂了 心脏 broken 心脏爆裂了 才会流出水来 承载着人类所有的罪 但是我在想 神学家这样讲是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是对的 但是做一个父母亲的角度 我能够明白 为什么上帝一眼面不看他呢 太痛苦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父亲 其实代表了天父 这个女儿 代表了人类 我们都快死了 我们都快死了 只有天父能够救我们 福音能够拯救我们 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爱 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把他爱子赐给我们 让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 这个就是福音 所以第一个 福音是事实 你和我的信仰 不是站在某种人 某种宗教法师 某种伟大的人的思想上面 不是的 我们是站在一个事实上 也完成了 从创世到救赎 在整个过程当中 神的计划 逐步的逐步的完成了 有一天 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It's complete 所以耶稣最后一句话 怎么讲呢 耶稣最后一句话 怎么说呢 成了 It is finished It is done 在言文里面 It's finished It's a legal term 就是我的 contract 已经完了 It's completed No more No more guilt 没有再罪了 你和我今天 不要承受这个罪了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我们只要像这个女人一样 触摸耶稣 信靠耶稣 我们的罪就完全 传统在耶稣身上 See 这就是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 It's all grace It's all love 完全的恩典 完全的救恩 所以当你有了救恩 有了这个恩典过后 接下来 这个就是 The sequence of belief 第一个是 You receive that love 第二呢 你在这个 这个爱的基础上面 耶稣的救恩上面 接下来 Follow Him Faith Faith God will stretch your faith 上帝会扩张 这个父亲 神怎么扩张他的信心呢 你看 当他要气 终于耶稣答应 对不对 耶稣要气救我的女儿 突然之间一个女人出现 突然之间 有一大惊人 要围着耶稣 然后呢 要看看耶稣怎么样 怎么样一病赶鬼 对不对 看神迹其事 所以很多人希望跟着耶稣 他们是去看热闹的 扎在中间有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 把这个父亲的 计划 把她延后了 耶稣突然间停下来 跟这个女人对话 你可以想象这个父亲 当初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女人 耶稣停下来 没有再往前走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他心里想 耶稣赶快 我的女儿快要死了 耶稣好像有一点事情 颠倒是非 为什么呢 如果你做doctor的话 你在那个emergency room的话 Which one you will say first 哪一个你会先救 你是一定救那个什么呀 紧急的对不对 快要死的对不对 因为这个女人犯的病是慢病 她已经犯了十多年了 再等多一分钟 再等多半个半天 一天甚至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 这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 当我们领受了福音 当我们爱了耶稣过后 当我们领受祂的爱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就是 神要stretch我们的信心 神要我们信心 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你跟我 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会扩张我们的信心 透过我们所面对的困难 特别你跟耶稣求的事情 你说主啊 帮助我 帮助我 帮助帮助我 那些没有结婚的说主啊 帮助我 赶快找到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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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那些结了婚的说 赶快赶快主啊 让我的 离婚 你说是这样子的 结婚结久了 想要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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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求祢救我 求祢救我 对不对 我们都要来到耶稣面前 来到耶稣面前 这个时候 耶稣的一个工作就是 扩张我们的信心 所以这个时候 耶稣好像耽误了 He has delay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ather God has delayed 神延误了他时间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 不误使他 就是他没有延误啊 从另外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 好像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很多事情 慢了 但是 后来我们看 没有慢 Everything is perfectly done Perfect 在天上 有一个super computer 我想象里面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 person that you meet Every encounter that you have Every problem that you face 每一个你所面对的困难 每一个你所面对的光景 都有上帝的 Plan 我信主四十多要五十年了 我越来越明白这个 越来越明白 Nothing to us as Christian 我们是基督徒跟随主的人 Nothing is by chance Everything is behind is divinely designed 特别你专心跟随主的时候 每一步都有他的安排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 前辈来到神面前 所以后来这个 他的工人来 他的家人告诉他 这个你的孩子死了 你的孩子死了 然后呢 这一个 这些人怎么说 他这些人怎么说 我们看 如果能够帮我翻到那里去 在第36节 35节 还说话的时候 有管会堂的家里的人来了 说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劳动先生呢 Give up She has died 他已经死了 绝望了 就在绝望的时候 耶稣讲的一句话 很有名的话 大家不知道 他的背景是从这句话 从这个背景来的 这句话是 跟左右旁边的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怕 只要信 跟旁边的左右说 不要怕 跟后面前面的说 123跟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怕 当绝望的时候 hopeless 当hopeless的时候 耶稣这个说话 为什么呢 耶稣在伸张他的信心 伸张的信心 我想跟弟兄讲 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 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 他会要求我们更高 他会对我们所期待的 Give more You want to give one thousand at the end God say Tousand and one dollars More Stretch 因为他在锻炼我们 准备我们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的结果 What he will give to you is more also More than what you expect also 所以当这个爸爸 当他去见这个耶稣的时候 他其实 可能爸爸 爸爸就是希望他能够 把他医好 可能是退烧 按手一下 像耶稣按手在 这一个彼得的夜母身上 对不对 这个彼得夜母就退烧了 他可能只 他没有想到耶稣让他死里复活 所以他经历了 死里复活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会扩张我们的信心 要求我们更高 但是他的结果是 超越你所求所想的 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 我可以做一个 如果你今天把你的信心 给神的话 你会超过 你的结果 你的人生的结果 会是 远远超过 你所expect的 我们expect什么呢 退休 have some money in CPF have some money in my bank 对不对 好好地退休 We can go to JB shopping Our expectation of life is very low too low 神对我们的期待 是远远超过 你知道吗 神要用你 你知道吗 Who am I Nobody God going to use you 神要用你 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 属灵的 我是跟随主 很多人才明白这个原则 就是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会挑战你 好像你做不到 但是神要你去做 That's from God 结果是什么呢 你以为 做一个这样子 就交差了 这个就这样子了 好好的过下半生 Enjoying retirement 不是的 神要stretch你的结果是 More than what you think God will open your eye 神会打开你的心 让你认识 到底你的信仰是怎么回事 到底你的人生是怎么回事 到底这个世界 十年 二十年 六十年 七十年 八十年 死后是怎么回事 到底天国耶稣说 我要来天国 要想天国 天国是怎么回事 天国不是说我们在这边信了耶稣等死 然后上天堂 不是的 天国是在这个世界上 神要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耶稣的国降临 不是到天上去 是在地上 我是信主很多年才明白的 God is going to rebuild the world Starting from the cross 耶稣在十字架上 开始改变了一切 如果耶稣没有死 世界不会改变 耶稣死了 战胜的死亡 战胜的死亡 从那一天开始 世界开始更新 一直到有一天 新天新地 将在地球上面 不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面 神要改变人类宇宙万主 先从你和我开始 我和你 有个special we are specially chosen 我们是特别被卷选的 神卷选我们 做一个demo 做一个pattern 给世界上的人看见 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 第一是福音 真正的福音是 based on facts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it's already done so our faith is secure 所以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仰是稳固的 不需要靠任何宗教法师 不需要靠任何人 今天他存在 明天可能他不存在了 第二呢 我们的信仰是因为 神先爱我们 第三呢 我们的信仰是 爱我们过后 我们要跟随他 我们跟随他 最后 我们的信仰是 我们的信仰是 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 bless our kids 亲爱的主 他爱我们 感谢主 他爱我们 把他抓住 我很喜欢孩子 耶稣也是很喜欢孩子 我也说孩子鼓掌他 好吗 我也说孩子鼓掌他 感谢主 我们的孩子都是宝贝 耶稣爱我们 所以当我们 跟随他的时候 我们经历他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要经历他的大能 Experience his great power 圣经告诉我们 福音是什么 福音就是 神的大能 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 这一个闺女 十二岁 死里复活了 这个女人 耶稣特别爱他 怎么这样爱他呢 他在众人面前 把这个女人叫来了 这个女人 其实是不讲解 耶稣 因为当初那个社会 女人 特别是犯了血漏病的人 是不干净的 不干净的女人 是不可以碰 老师的 但是 这个女人 耶稣爱他 不但拯救了他 并且 向他说 他怎么跟他说 他说女儿 他说女儿 很温柔的对他说 因为耶稣不但要医治 他身体的病 更是要医治 他心灵的病 在众人面前 承认他 这是上帝的爱 他说女儿 你的性救了你 他开始打开 这个女儿 这个女人 他的信仰的道路 他这个信仰的道路是什么呢 不单单只是追求 身体的医治 not just physically healing but not just physically being healed but follow Jesus by faith 他告诉他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 人生的关键 就是 凭信心 信靠耶稣 我们当中哪一些人 今天早晨 你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耶稣要来帮你 但是耶稣要你有信心 你伸出手来 这个时候我想为你们祷告 你伸出手来 你说主啊 我要把我的 面对的挑战 仰望你 凭着信心 像耶稣对这个女人说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权益了 女儿 这个女儿代表我们所有人类 你的信救了你 好不好 这个时候每个人闭起眼睛来 伸出双手来 我们交托给神 神啊 交托给主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各样挑战 主都知道 家庭的挑战 前途事业的挑战 婚姻的挑战 孩子的挑战 今天的挑战 主啊 我们来到的跟前 给我们提升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相信你 我们的灾病 我们所面对的困难 能够得到神的拯救 平平安安的 我们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 我们当中哪一些人 你挤起手来祷告的时候 这个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像这个女人那样 你来到耶稣面前 站在众人面前 触摸他的身体 从他身体上 医治要流到你生命里面 医治的能力要来到你生命里面 你现在所面对的 身体的挑战 金钱的挑战 家庭的挑战 关系的挑战 未来为未来担忧的挑战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个时候我宣告 神的恩高领到你身上 从主的身上流出能力 来医治你 来帮助你 来拯救你 这样祷告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大声的说阿们 鼓掌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跟左右旁边的说 我们的神是不误实 不误实的神 不要害怕 我们跟随主 不是孤单一个人 跟随主的 是在主的家里面 我们跟随主 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 我们的生命呢 像这一个管会堂的 像这个女人 她们的生命改变 因为她们来到耶稣面前 不要去找这个世界的 办法 不要用自己的头脑 去解决问题 我们要学习 to come before God 来到她的 施恩宝座面前 每一天来的祷告 我记得我妈妈 她还没有回天家之前 好多年 她每天早上就 15点就爬起来 每天 为我们家人 每一个人祷告 我能够服侍主 我相信也是我妈妈 在背后祷告 在过去两年的 我一点点的见证 过去两年 我面对了很大的挑战 在做生意的挑战 我的生意从 将近6亿美元的生意 在两年里面 掉到剩下4亿美元 超过1%的生意 在两年里面掉得很厉害 我没有办法 必须要裁员 从原本我带领500多个员工 现在带300多个员工 这个过程 是很艰辛的过程 我每次来到主面前 说主啊 怎么办 特别有一次我到上海去 要叫一个员工离开的时候 他虽然不是我的部门里面 是另外一个部门的 也不是我管辖的 但是 他来找我 因为他知道 我愿意帮很多人 所以他来找我 他在我面前 他说 他叫苏总 公司把我裁了 我的钱三分也是很少 因为他公司才做不到两年 我太太也被裁了 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工艺要工 怎么办 我想我们每个人 在这个年代 要面对很多的挑战 特别在中国大陆 现在面对很多的挑战 很多人失业 年轻人 就是做Grab Driver 他那边没有Grab 那边是他的那个弟弟 大学生 博士生 PhD 做Grab 很艰难 就在这一个时候 我有一天到上海去的时候 大概在三四个月前 我到上海去的时候 我刻意花一半天的时间 不做工 然后呢 我在街上走 我一边走 一边祷告 走啊 Let me see What will happen Let me feel what you feel Because my eye see so many things so many shop clothes Shopping mall里面没人 没什么人 然后Shopping mall里面 第一排 一般都是 过去都是卖衣服 卖鞋 卖皮 现在都卖 EV 都卖电动汽车 因为现在中国 乘上很多电动汽车 很多品牌 现在我们新加坡 就想三个品牌 那有几十个品牌 很竞争 很激烈 里面没什么人 不像过去那样 哇 周末都是很多人 但没有什么人 所以我就想说 哇 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跟神祷告 神给我感受到 It is my time I caused all this happen so that the heart of the people the eye of the people may open 过去我们追求全 过去我们追求成绩 过去我们追求这一切 神要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原来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短短几十年就要过去了 就要过去了 很快的 不要以为永远会在这里 永远明天会在 不一定的 明天可能就不在了 神提醒我 就为这些人祷告 我就 说主啊 让我更多传福音 更多传福音 亲爱弟兄姐妹 出去传福音 出去传福音 可能去中国传福音 比较不容易 可能去非洲传福音 比较不容易 但是 亲爱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中国来到新加坡了 你知道吗 非洲来到新加坡 你知道吗 你去看 两三个礼拜前 政府报告 我们新加坡现在人口有多少 600多万 630万好像是 600多万 600多万人口里面有多少是外国人 你知道吗 100多200万外国人这些是哪些人 什么国家都来了 我们忙着自己的事业 忙着自己的一点点的理想 Our little dream Our little satisfaction Our little dream And then we give our life to our little dream It is wrong Completely wrong Completely hurt the heart of God You see We are blinded 我们已经瞎眼了 看不见了 我们灵里面看不见了 我们只以为 信耶稣等死然后上天堂 错 亲爱弟兄姐 No 圣经没有跟我们说信耶稣等死上天堂 信耶稣说 我们跟随了耶稣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他 Amen 天天背十字架 来跟随他 然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像耶稣 我们心越来越大 不是为了钱越来越大 我们心越来越大 因为里面有很多爱 装在我们身上 装在我们身上 然后我们就留出一点爱给别人 留出一点爱给我们旁边的人 我们的同事 亲爱弟兄姐妹 神要用你 今天我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一篇道理 但是今天早晨我已经准备好了几十页 I have decided not to use any single slide 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God is going to use you 神要用你 Amen 真的相信 跟左右旁边的说神要用你 神要用你 真的 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 我妈妈七十岁 八十多岁的时候 跟她亲戚传福音 每一个人来到我家的人 我妈妈说信耶稣吧 信耶稣吧 我妈妈七十多八十多岁的时候 来到我们家的亲戚朋友都不敢见她 为什么他们已经求他们信耶稣啊 亲爱 只有耶稣的救恩能够救我们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这是good advice good advice very good good advice but you will never satisfy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只有耶稣的十字架 才能够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 所以只有信耶稣是唯一的一条道路 今天这个救恩临到我们了 我们应该背着十字架 把这个救恩传出去 Amen 把福音传出去 Amen 愿意的请几手 愿意传福音的请几手 好不好 你站立起来我为你祷告 站立起来为你祷告 好吗 你站立起来 当然有些可以坐下 但是你伸出手来 你说我愿意传福音今天 我愿意跟随耶稣 向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 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 到了海边的时候 这个管会堂的来找他 因为他走遍了很多地方 我们也一样要走遍很多地方 今天世界来到了新加坡 打开我们教会 多主办一些活动 圣诞节要来了 春节要来了 我在想 圣诞节我要做什么 我在想 然后春节 我就跟弟兄姐妹讲 我们怎么做 能够吸引这些人 让他们认识耶稣 大概在一年多 在疫情前 我跟弟兄姐妹说 我们到新山去见教会吧 我们回不了中国 我们去新山 疫情来了 没有办法 疫情后我马上开始 现在一年多里面 新山教会 已经有十多个人 都是中国大陆来的 北京 他们来了 我们装好了 就来 传福音 几乎每一个传福音 每一个人都信 因为他们准备好了 我在上海里面祷告的时候 我在街上祷告的时候 神告诉我 他们的心开始 打开了 他们面对困难的 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我上个礼拜 我跑到基隆坡去 因为基隆坡有十多万的 中国大陆来的人 十多万 过去是没有办法跟他们传福音的 在中国 他们来了 他们没办法 为什么呢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福音传给他 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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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中 很多人 你们英文很好 对不对 传福音 把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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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生命时间 奉献给神 你会觉得你人生很有意义啊 很有意义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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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今天我们来到 每个人 闭起眼睛来 你不需要 几手 你闭起眼睛来 让耶稣跟你说话 主啊 我为主我们 每一位 弟兄姐妹 是你这么爱我们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当我们快跑跟随你的时候 你要伸张 扩张我们的信心 扩张我们的眼界 接下来你要祝福我们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再一次的今天 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你所要为我们所 所留的那个基业 所要我们所成就的 在灵里面 在你的国度里面 有永恒的 因为你说 世界和世界的情谊 都要过去 唯有尊心 耶和华旨意的人 却永远长存 所以我们相信你的话 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东西 都要过去 但是只有尊心 耶和华旨意的人 却永远长存 主啊 再一次的向我们说 打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团结在你面前 让这根教会 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 触摸许多许多的人 我们的左右灵机 我们的亲戚朋友 还有我们 在执掌上所认识的人 感谢主 以我们同在 祝福 感谢主